台中风源出现的砸车怪客 一名黄小姐把爱车停在了钟晴公园的停车场 隔天要牵车的时候发现右侧玻璃疑似遭到锻气抄击 出现了三个凹洞 而且呢在同一个停车场当中有五辆车也遭殃 甚至就连瑞穗国小附近也传出有轿车的玻璃被砸 警方怀疑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为 目前正在寻现的调阅监视器积极追查当中 轿车玻璃疑似被子弹射击 出现三个凹洞 蜘蛛网撞长长裂痕 民众牵车出门看到爱车这一幕就地心碎 台中风源民众22晚间将爱车停在钟晴公园停车场 隔天上午牵车时发现右侧玻璃被砸出三个洞 不只他一人受害同一个停车场五个人遭殃 而且车况更惨 整片玻璃被敲碎拉到底上 不只停车场的轿车遭砸 当地民众也抱怨 交连锐碎骨小附近有轿车玻璃碎裂 风源出现砸车磨人 警方和民众都怀疑是同一人所为 警戒士人员前方采证出判为盾气敲击所致 警方已调阅相关机证 掌握特定犯协机机证办公 警方获报前方采证 初步研判不是遭子弹射击 而是遭盾气随机攻击 因为多处轿车遭砸 警方已掌握特定对象 循现调阅经济器影像 比对查其中 记得成本赵宏杰明 台中藏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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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